第二次人在離空新村B區土地建築案 是幾乎推動無法努國土地組織政策土地建築規劃案 在這案件是1809年9月公告的 在180年1月21號交上成功 19號也在市長會提出市場 9萬交上參與議席 請交換協議書 那總共2公新村從A區跟B區加起來 總共是70戶加175 總共會有240戶的社會住宅 那希望說這原則是在2024年能夠完工 但是我們覺得如果可以的話 一邊完工先完工就先啟用 然後再不妨礙另一區的工程的情況下 那尤其像社會宅的話 我們如果可以先優先啟用的話 可以讓許多需要社會宅的民眾 還有市民朋友們可以優先進駐 那社會住宅170戶 按市價評估大概是8.9億 所以大概為市政府節省工廠 大概是在9億多 好 這次規劃安的工程 其中外體也新了 幾乎無論在工程上 也是行進程式上 都會整體的配合規劃單位 希望好社會主體的趕緊路性開用 好有幾大宿舊的市民朋友 一趟這裡住宅